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尔巴尼斯总理为政府移民问题上的记录进行辩护 副总理就新州工党要求承认巴勒斯坦建国做出回应 贺锦丽有望成为民主党候选人 民调支持率大幅上升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宣布内阁改组后 为其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的记录进行了辩护 在此次改组中 安德鲁贾尔斯不再担任移民事务部部长一职 克莱尔·奥尼尔则卸任内政部长一职 阿尔巴尼斯表示 贾尔斯将从移民事务部转任技能与培训部长 奥尼尔将从内政部长转任住房部长 这些变动是在政府经历了8个月的争议之后做出的 这些争议源于高等法院的一项裁决 该裁决结束了对移民的无限期激留 并允许一些有犯罪记录的人离开拘留中心 尽管做出了这些调整 阿尔巴尼斯仍坚持认为 其政府在边境安全问题上一直采取强硬立场 尽管有言辞上的争论 事实上我们一直在维持边境安全 分配的资源从未像今天这样多 我们确保了主权边界行动继续进行 同时我们也采取了措施 以减少未来的移民数量 分析人士认为 在对阿富汗被澳大利亚士兵 非法杀害的受害者进行赔偿的计划之下 澳大利亚政府必须确保赔偿金 不会落入塔利班之手 新的赔偿计划是在2020年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布雷顿报告的 一项重要建议 该报告发现了澳大利亚特种部队 在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中 可能杀害39名战俘和平民的可信证据 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外交学名誉教授 威廉·玛利表示 政府将谨慎确保这笔钱 不会让塔利班受益 因为美国撤军之后 塔利班于2021年重新掌权 将非法杀戮的受害者支付赔偿金的任何措施 都必须慎之又慎 这一方面是为了避免与塔利班发生任何形势的接触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可能获得赔偿的人 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回应了 新州工党要求承认巴勒斯坦建国的呼吁 上周六 新州工党大会通过一项动议 敦促政府优先承认巴勒斯坦为主权国家 首都领地工党会议也通过了类似的动议 理查德·马尔斯重申了联邦政府的立场 即在两国解决方案的背景下 最终采取承认行动 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巴勒斯坦国 但我们希望在两国解决方案的背景之下 在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背景下看到它 这是工党长期以来的一贯原则 在以色列议会本月早些时候通过一项 反对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动议之后 西方大国所支持的两国解决方案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遥远 新州州长科明斯在一年两次的 新州劳工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 新州正在实施保护工人和建设技能基础的重大计划 科明斯说便利不能以牺牲工人权利为代价 他宣布了加强对共享单车司机和送餐员保护的计划 将于2024年底出台的立法 将针对这些工人的最低薪酬和条件 科明斯还宣布向地方议会注资2.52亿澳元 用于再聘用1300名学徒和实习生 有鉴于此 本周需要一项计划来提升澳大利亚年轻人的能力 为他们的职业生涯提供一个最好的开端 在上届政府执政期间 新州完成学徒或培训的人数减少了一半 我认为毫无疑问我们正在辜负年轻人的期望 这显然正在伤害我们的技术劳动力队伍并影响经济 因此必须有所改变且刻不容缓 今天我可以宣布我们准备为此做些什么 澳大利亚各地昨日举行集会 呼吁对家暴导致更多的女性和儿童死亡 采取更多政治行动 抗议组织者表示 性暴力 家庭暴力和家暴 对女性LGBT IQ Plus群体残障人士和原住民的影响 尤为严重 集会呼吁为草根组织 对创伤应激培训人员提供更多资金 澳大利亚防止针对女性暴力机构 All Watch表示 今年以来 局需至少有42名女性被男性杀害 尽管All Watch的数据显示长期以来 家暴事件呈下降趋势 但暴力行为却显著增加 在悉尼 抗议者明确表示 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对暴力行为的回应还远远不够 我们游行是为了支持那些在今年 被男人和暴力夺去生命的女性 我们应该对此表示愤怒 每周都有一人死亡 我希望抚养我的女儿长大 让她知道这种情况是不可接受的 我希望她在健康的关系中成长 学会尊重自己 带她来参加这个活动 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让她看到这么多人为统一个目标游行 我希望她长大之后 不要成为统计数字当中的一人 新州发生一起汽车侧翻事故造成三人死亡 一人入院接受治疗 周日下午一辆汽车驶离道路并发生侧翻 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后赶到 沟本南部的塔拉戈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 三名乘客被困车内当场死亡 二十多岁的司机受了轻伤 正在看培拉医院接受治疗 警方称司机将接受强制性血液检测 您正在收听的是SBS中文普通话节目 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 有望成为民主党候选人的贺锦丽 在民调中支持率大幅上升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声称 其政治对手贺锦丽将摧毁这个国家 特朗普的演讲充满了熟悉的抱怨 和关于选举欺诈的虚假声明 这表明在两周前在特朗普遭遇暗杀后 短暂呼吁团结的态度已不复存在 拜登宣布退出总统竞选后 一次火箭袭击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12人死亡 此次袭击与贺锦丽的竞选活动有某种联系 贺锦丽当选总统意味着又一个四年的极端主义 软弱失败混乱 甚至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确信这一点 这就是发生这一事件的原因 真是让人震惊 这是发生的毫无预兆 但我特朗普的胜利将把领导力 能力常识和力量带回白宫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如果美国在德国部署远程导弹 那么俄罗斯将在西方国家的打击范围内 部署类似的导弹 在庆祝俄罗斯海军节的演讲中 普京对来自俄罗斯 中国 印度和阿尔及利亚的海军说 美国有引发冷战式导弹危机的风险 今年7月 美国提出了从2026年开始 在德国部署远程导弹的计划 为长期部署做准备 普京说 这些导弹到俄罗斯境内目标的飞行时间 只有10分钟左右 这种情况让人想起冷战时期 美国在欧洲部署攀星中程导弹的事件 如果美国实施这些计划 我们将认为自己摆脱了以前 片面暂停部署中程和短程打击系统的做法 包括提高我国海军近海部队的能力 如今我国一些此类系统的研发工作 已进入最后阶段 我们将为其部署采取类似的措施 日本防卫大臣穆元忍与美国和韩国国防部长 举行三边会谈 旨在加强三国之间的安全合作 穆元忍称 这是首次在东京举行三边会谈 标志着在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升级之际 这三个国家的三边关系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由于中国军事力量日益增强 日本正逐步摆脱战后几十年的和平主义 在2022年宣布将国防开支 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称 此次会议是历史性的 今天我们共同创造历史 通过今天的行动 我们传递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 表明我们共同的价值观 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 以及我们对未来的愿景 在以色列占领的叙利亚哥兰高地的 一个足球场 遭到火箭弹袭击 造成至少12名青少年死亡之后 以色列对黎巴嫩境内的目标 发动了数次空袭 以色列当局将哥兰高地袭击事件 归咎于黎巴嫩激进组织真主党 真主党否认对袭击负责 美国媒体Axios报道称 该组织声称是以色列的 反火箭拦截系统造成 尽管如此 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弗·阿兰特 还是访问了哥兰高地小镇 告诉当地人 真主党将为此付出代价 一场可怕的悲剧 无辜的男孩和女孩 我们的心都碎了 我告诉你们 真主党要对此负责 他们将为此付出代价 以色列军队称作为对 哥兰高地袭击事件的回应 他们已对真主党的武器库 和作战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澳大利亚元的汇率 在国际货币市场上 以澳元可以兑换0.655美元 1.111新西兰元 同时以澳元可以兑换4.749元 人民币 5.113元港币 21.494新台币 新闻节目的最后是 全澳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西尼晚间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 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2度 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1度 堪培拉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1度 阿德莱德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5度 珀斯又阵雨最高温度20度 达尔本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2度 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1度 了解澳洲 融入澳洲 欢迎登陆sbs.com.au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